因为它不用去更新 不用去画那个画面 所以它的效率会跑得更快 这个等一下也许再来加上去 现在我们先来看怎么做 应该没有问题 一就是先把这个业务复制贴到这边来 然后用什么 刚刚讲过移除重复 这个step 1 应该没有问题 我这边是中间空一个空白栏 因为把它分开 因为这个范围跟这边的范围 不要混在一起 不然的话你如果混在一起 将来两边会有问题 然后我们主要是要先取得什么 取得一个不重复的清单 这个主要是要有一个清单 不重复的清单 唯一unique的 第二步的话就是怎么样 直接拿什么 拿那个程式部分 这个程式怎么来的 我刚刚讲过 这一段我把它delete掉了 这一段实际上 就是从我们326搬去查询的第六页的地方 特别最好 其实以后这些东西都很好用 这个范本如果你会用的话 其实甚至复制一下 Ctrl C 直接贴到哪里 贴到这边哪里 贴上就可以了 改的话 记得反正你只要看得懂上面的东西 我想你就会改了 但是记得最好是在上面自己加注解 因为我这边这个是没有加注解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 第一步应该是for I等于2到4 2到4是什么东西 其实 其实是取得什么 取得那个什么 取得这个清单 有没有 有没有 其实2到4一般 所以刚好到第四列 那这边的话应该是2到多少 应该是2到7吧 对 2到7 OK 对应该没错吧 所以每一行每一行都知道意思 你不能说似懂非懂乱改 一改就麻烦了 你可能做出来结果就不OK 那再来的话做什么 should.add add就是什么 新增工作表 对不对 然后新增到after 冒号等于就是在什么 在这个should.com是指的是最后那一个 那目前的话一个 所以在什么呢 在第一个的后面 意思说帮我放在第二个的意思 after是它的右边的部分 OK 然后呢帮我什么 重新命名 那重新命名的话呢 其实在那个什么 就是点name OK 这个去点看意思说 你新增的那一个 因为它新增那个一定放最后面 所以是可能是本来是只有一个 现在变两 因为去点多一个嘛 两个去点看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要叫什么因子啊 那就帮我把它叫菜头好了 所以后面这边的话 那我们这个地方本来是用l嘛 现在呢 n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 你就记得怎么样 把这边改成n就可以了 OK 这一定要改 如果没改的话 它就变成什么 如果没改 它就变成叉叉银行 那就不对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要做筛选 筛选关键地方就是autofilter 是根据第一个工作表的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之前是到112 现在是多少 l的2500 对所以你就打什么l2500 不过有同学说老师可是以后那2500数字会变动啊怎么办 用追踪的嘛 那你就加一个r追踪把这个变成变数就OK了 当然我们先暂时不改 你要改你就再改一下之前有讲过 那autofilter就是说呢我要筛选 那筛选用哪一栏当成筛选 这边它是根据第一栏 因为一般二番三番是在第一栏 那现在的第几栏呢 第三栏 所以记得你这边一定要改 如果没改的话变成这边筛选 一筛选菜头里面没有菜头就没有东西 所以如果你们筛选 其他发现没有东西 那应该就是你这个fill的 这一个地方放错了 OK那你就输入3 那criteria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criteria就是条件 1这个1又不是l criteria1第一个条件 OK那条件就是根据哪里呢 根据我们的这个业务 所以这边记得把它改成n OK所以记得改 这边要改 这边要改 然后这边要改 OK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大概改了几 再来就是把底下的范围 刚刚改的范围 刚刚把它copy 直接贴过来这边就好了 好 然后这边也要贴 所以反正range范围 通通把它改成一样的 然后OK 大功告成了 所以基本上 我只有把什么 把程式贴过来之后 然后改了几个地方 1本来2到4 现在的话 它不是2到4 它是2到7 有没有OK 所以这个地方要改 我们把那个整理一下 其实说现在这些不用死贝 这死贝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贴过来之后改 这个第一个 然后after 每行每行都要知道 这个的话就改成n OK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要改 这是第三个要改 这是第三个 第四 所以第三 这边第四 OK 然后第五 这个要改 大概这几个地方 好 改完之后的话呢 还有吗 没有 那个 COPY 2 COPY 2 COPY就好了 可是你到Range N1 对啊 直接COP过去就好了 不过其实这一行 我在别的书里面 有本书有写到用另外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现在是再选一遍的范围 这样COP也OK 另外我看到他有一个写 我之前也写过 叫Current Regio 就是目前的范围 也可以 你可以不用Current Regio 有一个属性 就是说因为筛选完之后 那个范围 也可以用Current Regio 但是我觉得结果一样 我们待会再跟各位讲 好了 那改完了 第一步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 好不好OK 再来的话就是Range 不过我是建议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还是怎样 主行按F8 优标放里面 F8 然后先看一下 OK 先新增一个 它就一个了 然后把它Rename成 这一个叫菜图 OK 又不是变菜图 有了 OK 所以第二OK 然后再来的话帮我去筛选 不过这一行因为 我现在的工作表不在续折一 所以会看不到 当然你这一行call过来才会看得到 如果你call过来的东西都是菜头的话 那恭喜你 应该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这个地方如果说呢 你希望我刚刚讲过 这个地方有没有 它这个警示号表示蓝宽不足 那如果你要让它蓝宽一样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下面再加一行程式 就在这边的话加一个叫什么 目前因为现在是在菜图这个工作表 所以你不用跟他讲哪个工作表 你就打一个叫column Column 这个叫蓝 column 就是这个蓝的集合 哪一蓝到哪一蓝你可以不用指定 你只要column 点什么 点下去之后呢 打一个叫auto 自动什么 fit 自动调整蓝宽 这个叫蓝 蓝物件 自动调整蓝宽的话 就是auto fit 这样就OK 应该可以看什么意思 然后你就把它往上拉 再让它跑一次看看 再看一下 auto fit 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效果的话 马上就自动全部 它的效果有点像这样 全选 然后再到常用里面 有一个叫什么格式 也叫自动调整蓝宽 其实就等同于这样的效果 所以刚刚的那个效果 其实那一行叫column 点auto fit 就是这个动作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其他 反正你程式里面 就加了这一行之后 它的好处就是 反正它跑完 就自动调蓝宽 最后的话再切回去 再把它取消筛选 后面应该都一样 所以我把它执行 OK 执行 跑完了 看一下 菜头 OK 这应该没错了 然后小咪 小咪就这样 而且蓝宽都OK了 小张 这些都没有问题 然后就切回来 好 大功告成